新加坡储蓄银行在全岛九个地点推出视频服务机 这让顾客通过原本这个服务机随时可以获得一些原本只能够在银行柜台才能够完成的服务 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 这款视频服务机让顾客随时能更换转账卡或领取网上银行交易加密器等 这些服务一般只能在银行柜台才能完成 哈喽Mr.Core你好我是Johnson 你好 顾客也可以在早上八点半到午夜十二点之间 通过服务机的视频功能以英语和华语同服务员沟通 为推出这项服务 储蓄银行花了一个月时间培训出十二名视频服务员 最大挑战是跟顾客保留眼神交流 因为有时我们会太投入帮顾客们查他们的银行资料 忽略了自己的坐姿还有笑容 储蓄银行去年八月展开试验计划在工艺教育中区学院的分行推出第一台视频服务机 服务机在试验结束后已被拆除 目前两台位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和盛港礼盒购物中心的服务机已经投入运作 但碧尼天地的服务机则从星期四启用 储蓄银行将在四月底前陆续在另外六个高人流量的分行设立服务机 在去年的时间阶段我们就有相当多的顾客的好评 那我们也通过顾客知道说可能有需要腾出多点空间 让他们有一些多点私密的私营的空间来完成他们的那个银行的服务 有公众认为服务机能够带来便利 特别是对无法腾出时间到银行的上班族 储蓄银行表示将探讨是否为服务机视频服务加入更多语言选项 感谢观看